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王大娘发现自己有点重听了, 她以为是自己年龄比较大了,导致的听力下降。 可是到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却说了, 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生气不足的表现。 传统中医认为,耳朵是肾脏的健康的外部表现, 肾脏好的人听觉也会比较良好的。 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听力下降,耳宁耳痛的症状。 众所周知,肾脏是人体的排毒重要的器官, 肾脏的好坏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 肾中的肾气藏着充足, 才能保证你的身体健康,才能更加的长寿。 很多人因为饮食的生活不规律, 导致肾脏出现了问题。 其中肾脏就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在肾脏严重的时候, 身体的某些不良症状就会相对的明显, 因此平时留意导致有肾脏的情况, 需要合理的方式来提高升降的功能, 这样才能够防止肾脏严重。 对于健康受伤的影响, 那么肾脏严重的人, 身体一般会有哪些情况出现呢? 第一,四肢冰冷。 肾脏症状一来临, 身体的不良表现就会相对的明显。 比方说四肢冰冷, 也和肾脏有关系的。 但与肾脏的影响下, 很容易出现四肢部位的冰冷。 这因为肾脏精气阴阳不足引起的, 此时容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所以患者手脚部位异常的冰冷, 并且可能有超年冰冷的表现。 一旦留意到这种信号, 就要及时针对肾脏的情况, 采取改善的措施。 这样能够防止肾脏的功能持续下降, 这样能够防止肾脏功能持续下降, 从而影响到健康的。 第二, 头晕耳宁 在肾脏的情况下, 患者通常会有头晕耳宁的情况出现。 如果短时间内, 总是感觉到同步有一些眩晕的感觉。 在没有外界声援的刺激下, 总感觉到自己的耳内、 颅内有异常的声音出现。 都需要警惕肾脏的, 很有可能是肾脏功能持续下降, 引发的不良表现。 比如遇到自己有肾脏的这种情况, 就要及时采取改善措施。 这样头晕耳宁的表现才会用好转的。 第三, 腰膝酸软。 肾脏症状来临的时候, 说明肾脏的功能已经下降了, 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来提高肾脏的功能。 部分人肾脏之后, 总是有腰膝酸软的表现, 特别是在性生活之后, 腰膝酸软的情况特别的明显了。 如果查查到这种情况, 最好及时针对肾脏功能下降的表现, 开始治疗。 只有肾功能提高了, 此时肾脏还能够很好地好转, 防止腰膝酸的严重情况。 第四, 脱发, 头发皂白。 在中医理论中, 头发与肾脏是密不可分的, 肾脂滑在一发, 所以肾脏会导致头发出现脱落, 甚至早白。 如果我们出现以上的情况, 就一定要及时地补肾啦。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 特别适合肾脑腰膝朋友们的食调方法。 这道滋补汤, 对于肾脑腰有很好的效果, 能够温补肾脑, 日气止线, 补干肾还能够乌须发。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制作方法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把黑豆。 黑豆是一种不顺效果特别好的食物。 黑豆乃肾脂股, 中医认为黑色属水, 水主肾, 所以肾脂的人可以经常地使用一些黑豆, 对肾脂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黑豆具有补中益气, 强盛排毒的功效, 特别适合肾脂股患者使用的, 既能够增强肾脏机能, 还能够促进肝脏的排毒。 黑豆中的微量元素 锡、鎂、铜、锡的含量都很高大。 这些微量元素对延缓人体衰老, 降低血、粘稠度等都有特别好的作用。 并且黑豆中所含的花青肝, 就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并且有污发、氧发, 美容养颜, 靠下药的功效, 还可以调整人体的生理功能, 催促肠胃的消化, 增进造血功能。 但是黑豆的飘零含量比较高大, 有肾脏病的人一定要少吃或是不吃黑豆的。 接下来准备一把黄芪。 众所周知, 黄芪是补气之药, 黄芪的功效是特别多的, 能够补气生养, 雾表止汗, 还能够脱毒生机, 沥水消肿, 黄芪含有灶带肝糖, 多糖, 多种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 能够很好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黄芪在治疗肾炎方面有很好的作用, 特别对于改善肾炎虚的症状, 有特别好的效果。 我们把灰豆黄芪清洗干净, 换两遍清水洗干净。 洗好之后加入清水浸泡一会儿, 黄芪黑豆都比较坚硬的, 泡过之后比较容易煮熟的。 再准备一把红枣, 我们把红枣抓洗干净。 红枣沟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不好洗的, 我们可以多搓一搓把红枣洗干净。 俗话说, 并从口入, 睡东西一定不要掉里清新, 洗干净吃着比较放心的。 对于肾虚的患者来说, 这样的吃一些红枣, 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补血, 还能够补中益气。 对于肾虚伴有脾虚的患者来说, 有一定的好处的。 洗干净的红枣用剪刀剪成小瓣, 这样更能够激发出红枣的营养价值。 下面帮我们泡好的黑豆黄芪红枣倒入锅中, 加入清水可以多来一些。 浸泡黑豆的水不要扔大, 因为里面含有当然的花青素。 花青素可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 还能够增进视力, 保护细胞膜不被自由基氧化的作用。 中小火慢煮30分钟, 小火慢煮更能煮出食材的香味。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 我们可以只喝汤, 也可以吃里面的食材。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就可以啦。 如果想要吃里面的食材, 我们可以多煮一会儿。 这样里面食材比较软糯, 特别的好吃。 煮好之后加入少许的盐调味, 你的食材不要放啦。 这样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吃。 黄芹、黑豆、红枣、大批到一起, 能够养胜不胜。 养胜不胜的功效能够翻上好几倍, 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功能, 促进毒素代谢。 特别适合脾须水肿、脾须多汗、 咽尿多、白头发、早生、 还有腰细酸软、四肢麻木、 手脚冰冷的症状, 达到养肾、护肾、安神、 益气、乌发、排便通常的功效。 这个汤特别适合肾养区的朋友们来食用的, 身体壮实、有热热的朋友们不要食用的。 建议朋友们,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引用的。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